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篮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NBA季节赛继续进行 勇士主场迎战开拓者 此前勇士继前赛两胜七彩 随后西麦湖人 格林拳打普尔一世 哪得沸沸扬扬 按照明记扎克洛维的说法 格林什么时候能回归球队 管理层决定不了 主要取决于球员们的态度 而格林在离队期间 仍然会在勇士球馆训练 但会在队友训练前离开 和开拓者的比赛 科尔安排魏金斯 托尔 库里 卢尼修信 加上离队的格林 和一直没有出战的克莱 一个他 勇士几乎让出一整套轮转 而开拓者这边力拉得也不打 科尔摆出的首发为 迪文森佐加莫迪加怀斯曼加 库明加加杰迈克尔格林 结果开拓者只坚持了一截 从第二截开始 勇士不断拉大翻差 最终勇士131比98狂胜开拓者 杰迈克尔格林表现抢眼 开局怀斯曼强硬 单打努尔基奇 穆迪早早轰迹三分球 西蒙斯和格兰特内外 开花连拿7分咬住比分 格林抢断西蒙斯反击上篮得手 穆迪后掌抢下篮板球 反击一条龙完成2加1 而开拓者凭借努尔基奇和格兰特 一度在中段反抄勇士 帮助勇士只睡得依旧是杰迈克尔格林 低脚三分手到前来 穆迪抛投完成2加1 开拓者依靠利特尔和西蒙斯的 三分球尽要比分 双方陷入拉锯战 第一届勇士35比34领先开拓者 第二届回来 勇士替补罗林斯和斯盘赛 带队稍稍拉开分叉 开拓者打了4分钟 只有西蒙斯一个上篮的分 中段勇士继续爆发 栏目轰进三分球 罗林斯追身三分球再度打停开拓者 暂停回来 库明家也在命中三分 怀斯曼在内线暴扣 不知不觉勇士拉开15分以上的分叉 杰蒙穆迪和怀斯曼频繁造反规 而怀斯曼走进 努尔基奇吃到一级饿饭 努尔基奇连续获得罚球机会 开拓者将分叉缩小到10分左右 半场结束时 勇士68比56领先开拓者 第三届勇士全面爆发 怀斯曼和杰迈克尔格林连续吃饼 目的助攻格林轰进三分 下回合镜头还在库里身上时 格林底角再中三分球 勇士进攻如水一泻第一半 目的和格林连续外线发炮 分叉瞬间到25分 开拓者将暂停也没有用 目的继续命中三分 怀斯曼强硬二加一打击 鲍德温造三分犯规三发全中 勇士打出一波35到8的高潮 分叉已经到39分之多 节目当勇士换上第三阵容时 开拓者终于开始得分 三节打完 勇士103比71领先开拓者 整个第四节都是垃圾时间 但斯帕赛和鲍德温还在下三分语 双方维持在30分左右分叉 最终比分定格在131比98 勇士主场狂生对手 数据 勇士这边 杰迈克尔格林二十分八篮板 库明加十分三篮板 怀斯曼是八分七篮板 目的二十分 迪文森佐两分七篮板 是助攻三抢断 罗林斯十分五助攻 开拓者这边 格兰特九分二篮板而助攻 西蒙斯十二分四助攻 努尔基齐十六分四篮板 夏普十七分六篮板 实话实说 利拉德上不上场 对于比赛结果没有太大影响 这只开拓者 典型的钱花到位了 实力没见增长 他们深陷中产陷阱 最终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级别的薪资合同太多了 况且利拉德自己也没有状态可言 而勇士这边 今天虽然几位主力核心不大 但是收获却不小 起一 迪文森佐的串联价值 比赛中他点怀斯曼的卫柄 突分找外线的穆迪和格林 实际把握恰到好处 而且他的防守压迫性很强 其二 杰迈克尔格林堪称本场比赛最大惊喜 全场十中八 三分球五中四 轻松轰下二十分八篮板四前场 他的投射 他的冲击力 是那个追梦格林比不了的 比球离了谁都会转 那的格林不在 还有格林更让人惊喜 最后一点就是科尔对于年轻人的态度问题 今天穆迪连为怀斯曼和库明加首发 他们三个加上普尔 是用事后水花兄弟时代的主要框架 经过上赛季的洗礼 穆迪的投射很稳定 现在他从持球攻旷 到防守的选择 都有很大提升 包括库明加和怀斯曼 在库里 克莱 韦金斯这些球星身边打球 对于年轻人帮助确实很大 穆迪也知道如何去跑位 库明加也知道何时下顺 何时冲击造杀伤 怀斯曼天赋足够 他欠缺的只是比赛经验 而科尔敢于让这些年轻人调大量 相信在新赛季开始后 勇士不会过分依赖几位核心 科尔手中有足够多的牌可用 被勇士年轻一代 让球迷看到了王朝延续的希望 与此同时 妹妹ESPN近日爆出 勇士管理层内部目前的交易计划 首先 他们想要在10月17日前提前续约普尔 以5年1.6亿的薪资 其次在2月20日前交易格林处理格林 方法比如 1.协定跳出合同成为自由球员 2.得到高清合同 3.交易空气 总之下赛季格林的位置 变成一个部分中场或者舍轮效 然后同时提前续约为近似 最低上一年105%起薪3530万 共计5年2亿 或者顶薪续约起薪3990万 共计5年2.34亿 说实话 这赛季勇士还是志在夺冠 但是因为这件事 现在夺冠很渺茫 但是如果格林不走 勇士线阵容肯定不能夺冠 这关于一个默契度的问题 格林属于一个激情的球员 很爱和队友交流 但是这件事之后 还有谁愿意和他交流呢 特别是对球队的新秀影响很大 格林的人甚至是老大哥 带领新秀成长的角色 平时骂骂很正常 但是这件事造成的影响 使他老大哥的人涉崩塌了 新秀看见他可能就是反感了 特别是从NBA圈里看反应 大家都认为格林是詹姆斯的人 特莱昂说搞这些事是为了离队 当然这种说法很牵强 但是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哭里会怎么想 明明有机会未免 你就会搞这的是为了什么 而关于格林的角色可不可以替代 其实很简单 就算不可替代 他留下来也肯定是副作用大于作用了 能和步行者拉三方最好 步行也需要换空气 格林留队 只会将球队气氛变得更差 夺换几率更小 不过在近日的采访中 勇士内部人士透露 格林曾表示自己最想去的球队 是底特律活塞队 胡人和篮网都不是他的潜在下家 而作为勇士的老将冠军功臣 球队也一定会满足他去心仪球队的愿望 勇士队原本想把格林拳击普尔的事件 在内部消化处理 没想到视频被泄露出去 但管理层必须让格林无限期离队 此次事件会对勇士队造成多大影响 很大程度取决于媒体会关注多久 正当人们渐渐淡忘时 格林的母亲又横生智杰 告诉记者 格林对普尔的那一拳并不算重拳 对普尔没有很强攻击性 这让人们想起季后赛期间 格林的母亲批评杜兰特的往事 斯科特·奥斯特勒说道 这些年 科尔也总是维护格林的话语权 包括对裁判 对手和队友的语言攻击 这也是杜兰特离开的重要原因 在勇士队更衣时 格林越来越像个爱管闲事的人 这对球队相当不利 尽管格林事后进行道歉 可普尔并不接受 这就让球队管理层必须做出选择 几前赛期间 普尔展现出休赛期的训练成果 他和乔纳森酷明加成为 勇士队未来舰队核心 格林33岁要求4年1.5亿美元续约合同 再加上脾气性格成为球队不稳定因素 鲍伯麦尔斯理所当然首选留下普尔 从某种角度说 格林不再适合继续留在勇士队 鲍伯麦尔斯预计会很快完成普尔的续约工作 预计5年1.6亿美元 格林无限期离队 普尔续约基本敲定 水走水刘勇士队管理层已经释放出明确态度 格林本人倾向于去胡人队 他和勇布朗詹姆斯 安东尼戴维斯同属于拉特体育旗下 詹姆斯希望引进格林 要求罗伯佩林卡抓住机会促成交易 何勇士队对胡人队的筹码不感兴趣 无论威斯布鲁克还是未来首轮选秀权 都无法打动鲍伯麦尔斯 没人知道格林什么时候回到球队 现在让他远离球队 一方面是让事态尽快平息下来 另一方面 麦尔斯在听取其他球队的交易报价 斯科特 奥斯特勒说道 尽管如此 麦尔斯特不急于很快完成交易 他在交易截止日前会保持耐心 勇士队管理层消息证实 格林如果不能及时回到球队 他的位置将由库明加取代 詹姆斯怀斯迈也是科尔的一个选项 这也是勇士队寻求交易格林的底气所在 只要斯蒂芬库里 克莱汤普森 安德鲁维基斯和普尔不出问题 能取代格林位置的人选很多 越来越多信息指向一点 勇士队正在尝试用交易的方式解决格林的问题 而不是让他重回球队 过去几天 罗伯佩琳卡与鲍勃麦尔斯有过两次对话 胡人队的筹码没有引起勇士队的兴趣 斯科特奥斯特勒说道 詹姆斯想要格林去胡人队 看起来 这条路还有很长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